继续回到第七场赛事 去过重发的马,2号9号 爆马,就是之前已经报名了 上次后被补上了 三班1650,fit的马也很多只 配备边动5,刀零红星 开封眼罩有了 然后重新绑你 先看看这只又是红 你看到场地,有点湿滑 5月20日赢战红3000 你想想,霍利士多久没赢过马 难道又是红帮他搞什么 这个大闸就试得很好 好像外面掌握上来真的挺多的 因为这些马可能要看一个绑来做 他跑完上次赢完 他休息了三个星期,然后才跳回 回的时间很够很够 舍欣有些马在手 是的,这次也继续是他跑了 上次也赢得挺漂亮的 因为这只又是红,以前都是 譬如往空会有点难留 但舍欣是按得他的马走得很舒服 他之前不是赢过一次,都赢得是 你会说这么夸张的,放头赢了 智力宝,这些是三板千世 上一次真的有底就有底 但现在形势配搭档位 跑得很密,不同了 然后轮到一只精算齐同 走外面102,这只粗身大马 但下脚就相当轻 上次一落在潘顿手 好像赢得这么容易 很轻身,真是 几只马,根本上有什么功夫 分别都没有分别 有什么辉煌星 两课单跳,一课白跳,一课单跳 全部一式一样做功夫 但精算齐同,比之前更漂亮 那一课现在更轻身,走得挺轻松 狂舞派继续去腐列马斯跳 之前也很少有地有一课拍跳 但那课拍跳,之前我们也看过 又打一下它迫两步 它又不是十分之厉害 是不是分都有一点浪浪的 好,再看多课 按着信走,没什么 上一次就有点失望了 为什么要这样的课拍跳 不停打? 搞得我跟着龙战士 好像跑过一档 希望跑得高一点,没什么进步 然后,刀灵鸿星也密密报名 刚昨天他也有报名做了后备 出不了来跑 火气不是这么高 这些马都是在回落 好,红粉彩影 这些马其实不是不好的 什么得胜驱 利害了 可能碰巧,跑得适合 它突然之间可以跑得很好 这一轮少了那些中段变 就是刚刚潘顿尾场变一变那只 童龙光彩 对 这一只就继续跳到伟达的 伟达的 伟达按这些马当然是按得舒服 因为他很熟 这些马都差不多跳 这次出就帮了一件事 尽力之省 有没有这么厉害? 看看他走不走 好了,这只喜盛鸿 走上1650也找到吃 不过你碰着这些也很厉害 这些1650的 正算齐同 你已经摆在那里胆硬了 这只都可以在大圈跳到 中华四海 它是狂狂的 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他回了重发一轮 但看来也帮助不大 好像更疯了 对,你不受操控 好了,这只正本开心 真的上次跑得挺适合 这一马要跑得适合 虚一点也难搞 不过这一马现在好了一件事 就是他就算被人家掩住 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他今年季初艷完之后 一只马的情绪比较稳定 表现亦比之前是比较好的 比较鱼老的马 陈粗说 不是很起眼那种 十二档市卓锋都难搞了 红荔蛇,你出大圈旗吧 然后星期六跳了这一货 其实这一马一直 今季的状态是长期保持得很好 不过就难赢而已 这么久以来也是 再来看这一对马大圈度步 这个今朝的前面是永益线 后面是三八三 知道必成 都是飞马 不过三班就不是很足够 来到第七场 三班 1650 就是3T的尾关 这一组 其实你就这样结合了 神操的表现 再看一些档位 似乎精算齐同和又是红 真是比较凶 其他很多马不是没得争 但他们的档位 令到他们的机会 会大打折球 譬如红粉彩影 这些一定是被动后追的马 但你又要拼波 这件事忍得漂亮 马的操控僵口 要哄得他舒服 又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只就是正本开心 这些都是厉害的马 但它又是排到十二档 所以你变相 令到潘顿那只精算齐同 真的很跑得震 他又不用跟你斗快搶 起步顺利 就咬着你又是红跑 你就走 看你走得多远 他三几步就贴到你上来 他就是很凶的 这个精算齐同 二号马的智力步 我觉得这个马 因为近期见何敏连 入到直路都是一路重斑 他才走上来 你今次陈家熙 完全不是那个风格 我想就未必能够交到 你要忍波剑舌 就是我倒转了个次序 你要忍波剑舌 忍得好 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希望他做得到 因为始终有时候 跑跑马地 就不同沙田的 跑马地就必须要更加拿位 或者那些机动性 灵活性 执生程度要快 不知道会不会中段变走 不过好像印象中 波剑舌好像很少这些这样的 但是你计跑对各样东西 三号马就稳定过一号 一号马有权 一拉着了拉不住 或者有马跟他走一走 突然变咒走一走 变咒有些马可能是不能够适应的 他跑自己自己放快捕捉 他没事的 突然之间有马拉他的时候 他不能够跟得到 就可能是另一件事 不关马费不费的问题 你现在又是红这样 跑这么久出来跑 试骂大泽鸣是好的 现在又hold得到那只马 但是实战就是实战 而那是精算齐同 说真的 上一次就算是何宅跑 我都觉得是何宅赢的 但是你看回他出阶 一声就已经第一只出来 跟着就拿去 就是赢得到的姿态 比起想象中 你参与了 你都觉得很稳定 而且也很好跑 战意各样东西 什么都吵齐了 一式一样 李健威潘顿 这些组合做了功夫 所以胆就三 精算齐同就胆硬了 到时看有什么脚 可以再想一想 因为你跑到形势都要结合 第七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